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音,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新婚夜,还没来得及和老公动访,老公的手机铃声,就响了他拿起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喂,是姐夫吗? 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喘息声,声音甜得发嗲,我在旁边都能听见,老公皱了皱眉,打开了免提,姐夫,我好像喝醉了,白如说得含糊不清,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我不敢打给姐姐,她脾气不太好,对,这就是我那同父异母的好妹妹,老公疑惑地向我打手势,低声问我,她哪儿找来了我的电话号码,我摇摇头,大概是后妈给的吧,姐夫,见老公没说话,白如又喊了一下,你在听吗?我现在好难受呀,好热,老公咧着嘴,像吃饭吃到趋势的恶心,喂, 啊,啊,咦,咦,谁啊,听不见哪,不买保险,家里有房,这一连串说完话,老公挂了电话,顺便还把白如的号码拉黑了,挂断电话后,老公摊了摊手,你妹妹是不是脑子不太好,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公继续补刀,像个弱智,扑,我笑出了声,老婆,别让别人扫了心啊, 我们继续,老公抱住了我,我点点头,还没过半个小时,我爸又来电话了,老公撇撇嘴,没说话,爸,怎么了?我说,啊,小心啊,你妹妹给我来电话了, 说是在酒吧里躺着呢,你要不,去把她接回来,她一个女孩子,在酒吧不安全,爸,这是我新婚夜,你在我的新婚夜,让我去捞人,不大好吧? 嗨呀,把电话给我,我听到旁边有我后妈的声音,白心啊,那是你妹妹啊,你接一下怎么了呀,新婚夜又怎么样嘞,比得上你妹妹重要啊,后妈拉着嗓子,提高音调在喊,老公的脸一下子黑了下来,她夺走我的电话,是爸妈吧,我和小心新婚夜, 真的不太适合去帮别人干事儿,你二老要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我给你们租车,费用我出,嘿,夏瑞明,你怎么说话呢?你凭什么这么嚣张啊?后妈的声音更加尖锐了,凭我有钱,老公挂了电话,对不起,老公将手机扔到了一边,靠在我肩头向我道歉,虽然他们是你爸妈, 但我实在没忍住,没事儿,你也知道的,他们从来不把我当女儿,和老公又闲聊了几句,我们就睡了,第二天,我们各自都去上班了,下班回到家时发现,门口柜台灯是亮着的,门也微敞着,没有关严时,门口摆放着一双女鞋,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有人在家,跟在我身后的夏瑞明, 看见家里灯亮着,一脸诧异,姐夫,你回来了,这时,白如穿着围裙,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后妈的电话,喂,是白心吧,小如大肆了,要搬出宿舍,我就让她住你们那儿了,她还小塞,你们好好照顾她昂,别欺负她,听见没? 不是,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我气急返笑,再说了,白如哪里来的我家门锁的钥匙,这还要提前说一声,都是一家人,搞这么生分干什么类挖,哎呦喂,真是白养你了,不可理喻, 我直接挂了电话,白如看了看我生气的脸,又看了看旁边,同样脸色不大好的夏瑞明,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眼泪汪汪的,我是不是让姐夫为难了? 姐姐,如果你不喜欢我,还是搬出去吧,白如摘下了围裙,拉着行李箱走到门口,姐夫,饭菜我已经做好了,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哦,那个,我走了,哦,白如显然有些尴尬,我猜,他也许就是等着让夏瑞明留下他呢,夏瑞明脱了鞋,进了屋,招呼我坐在沙发上,给了我一个毯子, 又递给我一堆零食,你先看看电视剧吧,我做几个菜,说完,他将白如做的饭菜倒进了垃圾桶,哎,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呢,你咋能浪费呢,我欲哭无泪,没有浪费啊,老婆,你闻闻,已经发臭了,不能吃了,夏瑞明眨巴着眼装无辜,他又转过身看向白如,你怎么还没走呢,东西没带全, 那个,白如拎着行李箱,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他现在估计尴尬的能脚趾头,抠出一个魔仙宝吧,我现在还没找好住宿的地方,白如欲言又止,这样啊,夏瑞明点点头,白如看到夏瑞明正在思考的模样,以为还有挽救的机会,连忙道,今天外面很冷, 姐夫,你能不能,白如接下来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夏瑞明截了胡,要不你去住旅馆,我瞧了瞧白如面红耳赤的样子,又看了看夏瑞明坚持让白如离开的坚定模样,忍不住想笑,白如一向喜欢抢我的东西, 从小时候开始抢我的玩具,到现在开始密谋抢我的老公,没一件是得手的,他在得不到又毁不掉的环境下度过了二十一年,现在应该也还在斗不过我的阴影之下呢,可那又如何呢? 他该的,啊,要不你先留,我还没说完,夏瑞明把我拉到了房间里,你傻呀,看不出来你妹妹她是个绿茶吗?留她干啥呀?夏瑞明说得有点激动,手舞足蹈的,我当然知道啊,我笑了笑,他绿她的呗,反正我也没损失什么,留她一夜,别到时候到处传我虐待她,再说了, 她既然想留下来看我俩秀恩爱,那就让她看呗,羡慕死她,夏瑞明恍然大悟,一双混血综眸,投来了敬佩的目光,她笑嘻嘻地走到门口,要把白如的行李箱拉进屋,那什么,绿茶,阿呸,小如啊,你姐姐说今天比较晚了,你要不今晚先在这里睡一觉吧? 好,谢谢姐夫,饭点,夏瑞明再给我盛饭,白如以为是给她盛的,谢谢姐夫这句话说了一半,夏瑞明就越过白如,将碗递给了我,白如兴兴地收回手,干咳了几声,一眼是尴尬,老婆,来,多吃菜,夏瑞明不断给我加菜,平常她也给我加菜, 但今天异常勤快,吃了半天,我碗里的菜就没少过,姐夫真是个好丈夫,白如开始作妖了,她先是故意把一边的头发别在耳后,然后假装笑得元气自然,要是我以后的老公也像姐夫这样就好了,你也配,夏瑞明脱口而出,阿,白如被夏瑞明对得愣住了, 接着,夏瑞明笑了两下,用有些别角的中文问我,老婆,这句话我用对了吗?扑哈哈哈哈,笑死,我装装样子,摇摇头,不是这么用的,哦,这样啊,夏瑞明受教士的点点头,朝白如道歉,有些中文我还不太熟悉,说错了你不要在意, 那个,小如,你应该不会生气吧?呵呵,当,当然不会了,白如气得猛塞了两口饭,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当然了,仅仅是对白如而言,她沉默地吃着饭菜,当吃了一口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实在是忍不了了,又开始尝试拍夏瑞明的马屁,姐夫,你这道西红柿炒鸡蛋炒得好好吃啊, 嗯,夏瑞明加了一块肉,递到我碗里,老婆多吃点,都瘦了,我欲哭无泪,你哪儿看出来我瘦了,我都被你喂胖了五斤了,哎呀,我说瘦就是瘦嘛,老婆最瘦,要多吃点,夏瑞明笑嘻嘻地望着我,一双透亮的毛子仿佛两颗宝石,那,那个,姐夫,你西红柿炒鸡蛋做得这么好吃, 有空教教我吧,说着,白如吐了一下舌头,我猜是想装可爱吧,但是她本身不是可爱类型的长相,加之脸上不是很干净,做出这个动作就显得异常油腻,夏瑞明就好笑了,她突然干呕了起来,怎么了,我拍着她的后背,给她端了一杯水, 姐夫你没事吧,是不是不太舒服,白如也凑了过来,伸出手想摸摸夏瑞明的额头,没事没事,夏瑞明挡掉了白如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恶心,恶心地想吐,扑,我笑出了声,现在好多了吧? 我问她,夏瑞明拉过我的手蹭了蹭,有老婆在就好多了,好了好了,吃饭吧,大家重新坐回了桌子上,白如试图继续接近夏瑞明, 姐夫,我刚才说的,你教教我做菜,可以吗?弱智也学得会吗?夏瑞明眨了眨眼,越说越起劲,学不学得会,你心里没点X数吗?白如背对得哑口无言,愣在了原地,她的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似的,也不知道是因为羞耻还是因为愤怒,老婆。 我在抖音上刚学到的网络语言,你看用对了吗?夏瑞明又问我,这傻子,愣是要把白如给往死里骂了,不过没关系,我喜欢,你怎么能这么说小如呢?我装模作样地称怪了夏瑞明几句,那些话不是这么用的,这样啊,夏瑞明先是埋头失落了一下,然后才问向白如, 小如,我不太懂中文的一些用词,如果说得不对了,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应该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白如想了半赏,点点头,她转头看向我,眼神里却带着不甘,我挑衅似的向她挑了挑眉,想翘我的墙脚,你还嫩了点,怎么了?小如,你怎么瞪着我呀? 我给白如加了几口菜,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惹你不高兴了?当然不是,白如挤出了一丝笑,却把碗往旁边移动,不让我给她加菜,姐夫对我挺好的。 嗯,你确定?我真的会笑死,我在白如的身上看到了人脸皮厚度的极限,要是有脸皮厚的评讲的话,白如肯定能拿金牌,其实说实话,白如不见得对夏瑞明多喜欢,她就是嫉妒我而已,但从我身边夺走我的东西,向我要武扬威,以此得到满足感,这是她想都不要想的,明明失败了这么多年。 她还是乐此不疲的做这些疯狗的事,老实说,我还真挺佩服她,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吃完饭,我在客厅看电视休息。 老公在厨房里洗碗筷,白如一会儿坐坐,一会儿往厨房里看看,她估计是想帮忙的吧,但是由于之前夏瑞明的猛烈暴击,白如有些犹豫,终于,她下定决心去厨房了。 姐夫,要,要不我帮你洗吧,真的吗?夏瑞明的眼睛在放光,嗯嗯,白如难得看见夏瑞明笑,她殷勤地站在夏瑞明旁边,开始落碗筷。 谢谢你啊,小如,夏瑞明使劲地拍了一下白如的肩膀,白如吃痛的脸都揪在了一块儿,你别站旁边,你站我这个位置洗。 啊,白如茫然地被夏瑞明安排到了她自己的位置上,白如戴上手套后,夏瑞明退到了一边,太好了,能多陪陪老婆了。 小如,你记得洗干净啊,小心她有点洁癖,最好每个碗洗三遍,那个,你能做到吧? 啊,呵呵,当,当然了,然后,夏瑞明就真的将白如冷落在一边了。 老婆,我给你包个柚子吧,老婆,你吃不吃核桃,老婆,我去给你买个糖葫芦好不好? 夏瑞明在旁边,老婆,老婆地叫个不停。 没过一会儿,厨房里就传来挽掉地上的声音,我们随着声音来到了厨房。 白如正看着左手食指上的伤口,渲然欲气,夏瑞明皱了皱眉,明显一脸心疼的模样。 白如也捕捉到了这个表情,夏瑞明走到白如跟前,白如把手伸了过去。 脸上却带着歉意,姐夫,我没关。 这个碗我很喜欢呢,夏瑞明抢先说话,神,什么,白如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这个碗是我和小新订婚那天买的,很有纪念价值的,夏瑞明小心翼翼地把碗碎片剪了起来。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别捡了,小心手,我扒拉了一下夏瑞明,夏瑞明很听话,不捡了。 白如看着夏瑞明有点生气的脸,结结巴巴起来。 姐,姐夫,我不知道这个碗对,对你来说这么珍贵,真的很对不起。 我不知道,要不,要不我赔,赔给你,赔给你一个一模一样的。 白如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小得几乎都听不见了。 我感受到了,她内心深处是怕夏瑞明的,但尽管如此,她还不忘了绿茶茶艺表演。 她脸红扑扑的,哭得那叫一个梨话带雨。 那好吧,这时夏瑞明开口了,你别哭了,你赔个一模一样的给我,我就勉强原谅你了。 啊,真,真赔呀,那不然呢,夏瑞明撇撇嘴,对我说,老婆,我是不是中文语气用得不太对,小如好像听不懂我的话一样。 没有,你很棒,我说,那,那我这,白如委屈地伸了伸手指头。 哎呀,小如,你怎么受伤了呀,也太不小心了,我从柜台上拿了个窗口贴地给她,下次得注意一点,小如受伤了呀,夏瑞明此时才反应过来。 是,白如极力地点点头,其实也还好,不是很疼,对呀,口子挺小的,夏瑞明指了指那个伤口,再晚会儿,伤口就自己愈合了。 我已经不记得后来白如是怎么舔着脸留下的了,总之那晚我一直在卧室里笑,老公搂着我,陪我看蜡笔小心最新剧场版。 哎,我问你,白如长得好看吗?我躺在她的怀里问她,她摇摇头,我不喜欢她,她没老婆好看,她很绿茶,还娇里娇气地,演技稀烂,还试图破坏我们的感情。 老婆,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妹妹?那没办法呀,一个爹呢?我摊摊手,夏瑞明玩弄着我的发丝。 老婆,你别怪我挑拨你和你家人的关系,你那个爸妈,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对你这么坏,你还不如趁早和他们断了联系。 我想了想,没说话,其实,我确实应该和他们说说清楚了。 第二天,我和夏瑞明去了公司,我们两个在同一家公司,他是我上司,但由于我们不想太引人注目,就没有和同事说我俩谈恋爱并修成正果结婚的消息。 但我没想到,白如会借着这个突破口,试图拆散我和夏瑞明。 那天正值饭点,我还没来得及喊夏瑞明一起出去吃午饭。 白如就拎着便当进了公司,一路打听,找到了夏瑞明。 哟,这哪来的妹子啊?她好像往咱这里来了,谁的女朋友吗? 公司里的男人都在议论纷纷,白如来到夏瑞明跟前,瑞明哥,这是我给你做的便当。 哼,在外面都不喊姐夫了,这朝六啊,哎呀,竟然是夏总的女朋友,夏总真是闷声干大事啊。 是啊,这好一出金屋藏娇啊,全场都在起哄,白如也不否认,抿着嘴在笑。 我丝毫不慌,就等着夏瑞明让白如难堪,夏瑞明果然不负众望,你别喊这么亲密,我老婆会误会。 啊,这个女孩子不是夏总的女朋友,其中一个女同事好奇地问,我没这么绿茶的女朋友,夏瑞明摇摇头,继续说。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全场震惊,那,那这个女还是,另一个女同事指着白如欲言又止。 嗨,我们销售部的负责人拍了拍那个女同事的肩膀,还能试啥,追求者呗,可夏总刚刚说她已经结婚了呀。 这,场面有些尴尬,夏瑞明接着说,本来不想告诉大家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但看来,我今天是非说不可了,夏瑞明掏出了口袋里的戒指带到了无名纸上,还别说,看久了夏瑞明没觉得什么。 但今天重新审视了一下才知道,夏瑞明是真帅呀,也不怪白如想把夏瑞明搞到手。 我有老婆,你们也认识,夏瑞明说着,看向了我,她就是白心,白心做事认真,气质出挑。 我对她一见钟情,于是,我们自由恋爱了,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白心同父异母的妹妹。 白如,这件事一公布,大家齐刷刷地看向我,我略有尴尬地笑了笑,她是知道我结了婚的,夏瑞明笑了笑,全然不像平常年拙我时傻傻的样子。 在人前,她甚至不敢喊我一声姐夫,她什么心思,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姐夫,不,不是这样的。 白如不停地摇头想解释,我,我对你,你对我。 夏瑞明插着口袋往前又跨了一步,寒气逼人,白如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你对我什么?夏瑞明继续刨根问底,要不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 说说清楚,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你一开始费尽了心思,接近我的目的。 姐夫,你还不懂吗?白如哭得很伤心似的,旁边的女同事都不忍心看下去了,给她递了一张纸。 我喜欢你啊,和姐姐一样,喜欢你,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强依姐姐的东西。 夏瑞明逼问白如,白如,你别低头啊,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我怎么看着,你倒像是怕我呢? 我,我,其实也不怪白如吓得不敢说话,也不敢看夏瑞明,就连我也有点意外。 我原以为夏瑞明就是个单纯的小奶狗,平时和我撒撒娇什么的,谁知道,她竟然变得这么冷峻了, 颇有了点霸道总裁的影子,看着我说话。 夏瑞明说,我。 白如连连退后,直至退到夏瑞明的办公室门口,她猛地鞠了一躬,对不起,然后她落荒而逃了。 好了,讨厌的人走了,夏瑞明一拍手,又变成了我熟悉的模样,大家都去工作吧,不要太累了,记得劳逸结合哦。 晚上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白如的行李箱已经不见了,然而我和夏瑞明刚吃完晚饭,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一看,是我爸妈,白如就站在他们身后,后妈一进门就扯着我的头发。 白心,你能耐了呀,现在工作有钱了,有个好老公,了不起了对吧? 你这么大个人,你妹妹才多大,你欺负你亲妹妹,害不害臊? 你们干什么,夏瑞明连忙帮我扯开了后妈的手,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 夏瑞明板着脸对我爸妈说,爸妈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尤其是躲在他们身后一声不吭的白如,因着刚才夏瑞明这么一吼,现在正瑟瑟发抖着,连看都不敢看夏瑞明一眼。 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朝我们吼,后妈继续撒泼,还想上前来拽我的头发,被我爸劝住了,我是白心的丈夫,这里是我们家。 到底谁是外人?夏瑞明也不服气,要和我后妈争理。 你,后妈指着夏瑞明,气得说不出话来,我拍了拍她的胸口,让她放宽心,然后走到前面,义正词严地问她们。 我什么时候欺负白如了?平心而论,我上学的时候,白如的零花钱都是我打暑假公正的。 我的文具,我的吃穿用住,你们拿出过一分钱吗?我亲妈给我汇钱,你们不也是拿走了吗? 白如的高考志愿是不是我给看的,就连白如现在脖子上戴着的项链都是我大学那会儿给她买的,我欠她什么了? 爸妈被我说得哑口无言,我继续说,爸,自从你和我妈离婚后,你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吗? 还有你,我尊敬你,喊你一声吗?但你配吗?你你,后妈脸上的皱纹全都聚在了一起,她指着我的鼻子想骂人,却想不出什么可骂的。 小心啊,是爸爸对不起你。 我爸叹了口气,把后妈拉到了他身后,但是爸爸的事和小如没有关系,凡事都要讲道理对不对,小如他在你们家就待了一夜, 回来后憔悴得不成样子,手上也破了,我们问他,他都不说话,小心啊,你告诉爸,你跟爸说实话,你们俩是不是欺负小如了? 我很赞同爸的观点,夏瑞明点点头,爸不是说凡事都要讲道理吗?那我们就来讲讲道理。 这,小如怎么会有我家的备用钥匙?她昨天是用钥匙开门的,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家门锁的钥匙就只配了三把,一个在我身上,一个在小心身上,还有一个在柜子里放着。 夏瑞明说着,拉开了门口的柜子,但是柜子里的钥匙已经不见了,我们家除了爸妈和小如就没人来过,至于钥匙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你们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再说说小如的事,夏瑞明继续说,爸,妈,小如这么想在我家待着,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夏瑞明贴了心虚的后妈一眼,笑了笑,妈,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爸听得云里雾里,挠了挠头,小如不是因为喝醉了才想在你家过一夜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夏瑞明反问。 接着,他把白如那天晚上给他打电话的录音播了出来,爸,妈,你们听得还清楚吧? 是问自己喝醉了第一时间不去找家人,而是去找自己的姐夫,居心何在? 我爸听完了录音,转身瞪了白如一眼,白如装作看不见,继续不说话,最后,我们来说说你二老的事。 夏瑞明从房间里拿出了一些资料,铺开在爸妈面前,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找到的突破口,我公司账户上显示,一直有人利用小新的号再往另一个卡上汇款,小新没发现,我也险些被骗了过去。 我去追查了一下账号来源,显示是小如的卡,小如吓得瘫倒在地上,后妈也是脸色苍白,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只有我爸被蒙在鼓里,听得云里雾里,瑞明,你是说,小如一直用另一个卡转移你账户里的钱。 我爸问夏瑞明,是的,这些就是证据,夏瑞明将一摊资料递给我爸。 我爸颤抖着手接过,他两眼通红地看向白如母子,是,你们弄的,爸,你,你听我解释,白如拉着我爸的衣角哭了出来,你别叫我爸。 我爸推开了白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他爸呀,后妈头一晕,险些摔倒,还好被我爸接住了。 小如他借了校园贷,还不了啊,借贷的人说,说能帮小如,糊涂啊,我本来是想私下解决的,夏瑞明推了推眼睛,但是以这个状况来看,我会让我的律师来处理。 爸妈,小如,你们到时候和我的律师谈吧,刚完事,门口又传来敲门声,我打开一看,是我亲妈。 妈,妈,你怎么来了?我有点惊讶,我妈穿得很正式,一件西服正装,一件A字短裙,即便是六十岁的年纪,看起来也风华绝代,气质超裙,我来谈合同。 我妈进屋后看到了我爸和白如母子,眯着眼笑了笑,哟,主角们都来了呀。 妈,快坐,夏瑞明一见到我妈,赶忙来献殷勤,不用,我今天是来谈正式的。 我妈摆摆手,夏总,我们什么时候打官司,夏瑞明看了我一眼。 明天,后来,白如母子入狱了,我爸一个人在家郁郁寡欢,不久后就得了病,夏瑞明看在他是我爸的份上,把他转到了国外治疗。 老婆,吃饭了,夏瑞明一如往常给我添饭。 我吃到一半,却觉得有些恶心,跑去了厕所,吐了,夏瑞明担心我,非要带我去医院,查出来才知道,我怀孕了。 是的,我和夏瑞明有了孩子,春天又到了,幸福生活开始了,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新婚夜,老公妹妹穿着吊带睡裙,跑进我们的房间。 哥哥,我做噩梦了好害怕,你陪陪我,我还没说话,老公直接动手把她扔出去,害怕就去找你妈,我要陪我老婆,我和沈默恋爱三年后,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新婚夜,我在浴室洗澡,沈默的妹妹凌薇,不乖乖待在她房间睡觉,竟然跑到我们的婚房,跟沈默撒娇。 哥哥,我做噩梦了,好害怕呀,今晚你陪陪我吧,娇娇嗲嗲的声音,加上楚楚可怜的表情,怎么看都不像是跟哥哥说话的语气,沈默一直守在浴室门口等我洗完,因为林薇的闯入,她转过身,正好背对着我。 林薇,你怎么进来的?沈默很生气,认识她这么久,从来没听过她语气这么严厉,林薇似乎完全不怕,还故意往沈默身边凑,我躲在门内汗毛竖起。 想到沈默她爸和林薇她妈是重组家庭,林薇和沈默没有血缘关系,一个荒谬的念头冒了出来,难不成,林薇和沈默有一腿,林薇撅了撅嘴,委屈巴巴地回答,我拧了一下把手,门就自动打开了。 沈默听完这个理由,更生气了,你撒谎,房门是我关的,还反锁了,你根本不可能进来,你是不是有我房间的钥匙,不等林薇回答,沈默伸出手,立声要求,钥匙交出来,你立刻出去,以后再赶进我房间,后果自负,沈默的反应让我稍稍心安,看样子沈默对她没意思, 是林薇单方面一厢情愿,但沈默都跟我结婚了,新婚业林薇还来闹这出,不是故意恶心我吗? 哥哥,我真的没钥匙,刚刚那个噩梦好可怕呀,你不安慰我,还凶我,听着林薇娇滴滴说话的声音,我心底一阵阵反胃,这分明就是朵大绿茶呀,更气人的是,她茶言茶语就算了, 还扑过去要对沈默投怀送抱,沈默却像有什么脏东西要粘上来一样,飞快地往旁边一闪,害怕就去找你妈,我要陪我老婆,林薇扑了个空,哐当一下,撞到了浴室门框,脑门迅速肿起一个大包,房间里响起林薇凄惨的哭声, 哥哥,你怎么不服我一下?好疼,我的脑门好疼啊,沈默对这一幕却视若无睹,看到已经出狱的我,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老婆,你总算洗完了? 我等了你半天,没有老婆,不是还有个翘生生的妹妹吗?我故意绷着脸,装作很不高兴,沈默手足无措地走过来,一把抱住我,可怜巴巴地解释,不是我让他进来的,是他自己闯,等等,这是我房间的钥匙。 沈默看到地上有一把钥匙,弯腰捡起来,下一秒,他的脸就黑了,呃狠狠地瞪着林薇,你怎么解释,钥匙为什么会从你身上掉下来? 哥哥,不是,林薇大概没想到会把证据摔出来,还死鸭子嘴硬地想要否认,沈默一句废话都不说,直接动手把他拖了出去,明天我就找人来换锁。 你以后休想踏入我房间半步,把林薇赶出去后,沈默讨好地跟我解释,老婆,她那人有毛病,我跟她可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爱的只有你一个,这话我是相信的,沈默很黏人,下班后的时间都跟我在一起,做什么从不避讳我,手机也随便我看,她若是真跟林薇有一腿,我不可能察觉不到。 我故意轻哼一声,你对人家没意思,人家对你有意思啊,而且她刚才穿的睡裙,好像跟我的一模一样吧。 说到这里,我更隔应了,恨不得立刻把身上的睡裙撕烂,结果沈默把这个付诸行动了,还特别不要脸地说,咱们不跟她撞这破睡裙,明天老公给你买十条更漂亮的。 沈默,你这个流氓,她情意绵绵地看着我,老婆,梁霄一夜值千斤,我们干嘛要为一个外人浪费时间,第二天我睡到快中午才醒,身上好像被车子碾压过一样,腰酸背痛,哪里都不舒服,沈默把我从床上挖起来,亲了亲我的脸蛋。 老婆,洗漱完吃点东西,下午随便你怎么补眠,我不想起床,但奈何这是沈默他爸爸家,早餐都没起来吃了,午餐再不下去,沈默他爸估计要不高兴了,等我们下楼,沈家人都已经到齐了,林薇额头上贴着纱布,看样子昨晚那一摔磕得不轻,他都伤成这样了, 竟然也不忘在沈默他爸面前给我上眼药,又白姐,你总算醒了,爸妈等了足足一个小时,都不好意思去催你,沈默盛了一碗汤,放到我的面前,一边对他,他早就醒了,是我没睡够,为了等我起床,他在房间里练了半天瑜伽,你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多跟我老婆学学,林薇气得脸都绿了, 起来了,为什么不下楼,我看所谓练瑜伽,是骗人的吧,别的不说,瑜伽这是,林薇真说对了,我床都爬不起来,也只有沈默才能面不改色地说我在房间练瑜伽了, 正要说话,沈默在桌子底下扯了扯我的手,把碗重重搁在餐桌上,你是不是骗人的事做多了,才动不动就觉得别人骗你,还又白姐又白姐,你比我老婆还大两个月,你叫她解释寒惩谁呢? 嫂子这两个字很烫嘴吗?什么吗?我还不是想着叫姐姐亲近,以林薇的查姓,自然不会承认她不叫我嫂子是别有居心,沈默满脸不耐烦,叫姐姐亲近,你跟我老婆是姐妹吗? 还是说你没把我这个大哥当亲人,所以不把嫂子当一回事? 说得太好了,我差点没忍住拍手称快,我朝沈默眨了眨眼睛,表现很好,晚上再奖励你,小默,你别误会,薇薇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她就是年纪小,心直口快的,嘴上没个遮拦, 林薇的妈妈周元,出来打圆场道,同样是女人,我相信这位季婆婆眼睛不瞎,林薇表现得那么明显,她肯定知道林薇喜欢沈默,甚至她对这事乐见其成,可惜他们低估了沈默的性格,也高估了林薇的魅力,周阿姨,林薇年纪不小了,在做这种说话不过脑的事,传出去岂不是被人说没家教? 也就我老婆,不会跟她一般计较,换了别人,结婚第二天被人找茬,早就闹翻天了,沈默大言不惭地说完,对面母女俩的脸跟调色盘一样变幻莫测,我握住沈默的手,柔声劝她,好了老公,你别生气,不都说了吗? 家和万事兴,叫姐姐也好,叫嫂子也好,拿彼得上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吃饭重要,茶言茶语而已,谁还不会了? 沈默文言一副予有荣烟的表情,对林薇道,看到没有,多跟你嫂子学习,做人大气一点, 林薇气得要死,又不敢顶撞沈默,只能恶狠狠地瞪我了,就着她的眼神,和沈默今天的出色表现,我胃口大开,把沈默加过来的菜全都吃光了,午餐结束后,换索工人到了,在其他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上楼把我们房间的门锁换成了指纹锁,只录入了我和沈默的指纹, 林薇以后没机会踏入我们的房间了,换完锁下楼,公公黑着脸坐在沙发上,你那门锁不是好好的,换什么换,还怕遭贼不成,沈默完全不处他爸的黑脸,不换可比遭贼严重多了,我忍着笑,可不是,贼来了偷钱,林薇却不是钱可以满足的,不知道公公在想什么,竟然下意识看着我, 他这是什么意思,不会以为是我给沈默吹枕边风,结婚第二天,就窜多他搞事情吧 爸,你盯着我媳妇看干嘛,沈默的声音及时响起,我有预感,公公要是说出点什么沈默不爱听的话,可能会得到跟林薇一个待遇,可惜公公没纠结这个问题,反而顺势提起林薇, 说起来,你妹妹都在家休养一年了呀,林薇跟我同龄,也是同一年毕业,毕业后,我进了自家公司上班,林薇则因为手骨折,在家休息了一整年,公公突然提起林薇来,肯定不是无地放食,她不是手还痛吗? 再说,爸你有钱,乐意养着这个女儿,休息一年半载算什么,再休息十年二十年,我都没意见,沈默话里的讽刺,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公公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说,这叫什么话,人哪能一辈子不工作,这样吧,让薇薇去公司帮你,学习学习,顺道给你打打下手。 合着前面铺垫了这么多,真正目的是把林薇塞进自家公司啊,沈默没反驳,行啊,行政那边还差个人,她明天开始上班正好,爽快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这不像是沈默的风格,就这样公公还不高兴,行政是打杂的,怎么能让你妹妹去打杂? 若不是因为你出面,她连去打杂的机会都没有,毕竟公司其他员工哪个不是九十八万五千二百一十一毕业的,林薇一个三本学生,看不上行政,难不成还想当经理,公公沉默了,她大概真的是这么想的,把一个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塞进公司重要部门, 我不禁为沈默感到不值,公公到底记不记得,谁才是她亲生的,行政爱干就来,不干拉倒,至于经理,我看你是在想屁吃,沈默拉着我从别墅出来,打开车门,二话不说把我塞进去,老公,你要去哪儿? 我有些担心沈默,也很气愤公公的态度,真的是偏心眼的没边了,也不知道林薇她妈有什么魅力,把她哄得服服帖帖,原本还绷着脸的沈默,听到老公两个字,眼睛一亮,转身拖住我的脸,目光灼灼地盯着我,刚刚叫我什么? 啊,我回过沈来,脸上微热,装傻到,沈默呀,怎么了,沈默这人脸皮厚,追我的时候就一口一个老婆,宝贝,心肝,媳妇,什么都被她叫过了,花样多道,我招架不住,沈默坏笑,撒谎,你叫的不是沈默,是老公,再叫一句听听,我哭笑不得拍了她一巴掌,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听我叫老公,你忘了自己还在生气,沈默抓住我的手,在手背上亲了几下,直到我闲痒,才放过我,气啥,干嘛拿别人的愚蠢惩罚自己,我回过沈来,你刚才生气,是装给爸看的,沈默不回答,反而言笑艳艳地问,生气了不想回家,不想看到他们,是不是顺理成章? 我眼睛一亮,晚上我们不回老宅,在老宅住三天,是沈默他爸提出来的,说是他们这边的规矩,可说实话,这个家住得还真没有多舒服,人多口杂不说,还有一个林薇对沈默虎视眈眈,当然不回,早就烦死身边这么多电灯泡了, 咱们回自己家,过神仙眷旅的日子去,沈默说着一顿,又道,再说了,我娶你是要给你过好日子享福的,这才第一天,他们就给你气瘦,我要是不作为,我这个老公也可以下岗了, 这句话直击我的内心,看过不少家在家人和妻子之间不作为的丈夫,我对沈默的预期并没有这么高,但这一刻,我很低的预期被沈默拉得很高,心里酸酸的,胀胀的,又甜甜的,我忍不住探过去,抱住他,老公,你怎么会这么好啊? 沈默摸了摸我的头发,傻样,你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对谁好,温馨不到三秒,沈默立刻大杀风景,不过老婆你要是很感动的话,那晚上我们,后面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于是我动作迅速地捂住他的嘴,赶紧开车,我好困啊,要回去补眠,我和沈默的蜜月玩得很愉快, 回来工作时,我们还意犹未尽的,两家公司相距不远,中午不是我去找沈默,就是沈默来我家公司找我,然后一起吃饭,林薇来打扰过两次,都被沈默赶走了,对,就沈默他爸看不上那个打砸的行政港,林薇迫不及待就来报到了,不知道沈默他爸怎么想,我倒是挺替他觉得脸痛的,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正在沈默办公室等他开完会出去吃饭,林薇忽然闯了进来,哥哥,我点了你喜欢的那家餐厅的外卖,话说到一半,林薇发现坐在沈默办公室的人是我,表情立刻垮了下来,江又白,怎么又是你,上次被沈默训了一顿,他总算不再叫我又白姐了, 我和上话策,好笑地问他,又是我怎么了,谁让你不敲门就闯进来的,又不是你的办公室,轮得到你说话吗? 一天往哥哥这里跑三遍,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也不听听底下的人怎么说你,不知道林薇哪来的脸说这话,明明他一天往沈默这里跑三遍,不停骚扰沈默,结果他却倒打一耙,反过来指责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沈默的妻子。 而我是介入他们之间的小三呢,说我什么,长得漂亮,出身名门,跟沈默狼才女貌吗? 我反问,林薇啪哒一下,把外卖重重放在茶几上,江又白,你嘚瑟什么呢?不就是比人会投胎一点吗? 犯得着不停给自己贴金,戳到你痛脚了,你这么激动,我低头把旁边的购物袋挪开, 里面是我刚才过来时,给沈默买的衬衣,外卖的油都溅出来了,你想想怎么跟你哥交代吧,沈默有解体,很严重的那种,林薇听到这句话,七眼眉刚才嚣张了,甚至脸色还有点发白,现在知道怕了,可惜,晚了,等等,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林薇好像忽然注意到这个袋子,立刻把刚才的事忘到了脑后,跟你有什么关系,赶紧把茶几收拾干净,然后出去,我不想和林薇浪费口舌,更不想她在这里爱我的眼,干脆下烛客令,让她走人,可惜林薇听不懂人话,她直接动手,把袋子抢了过去,拿出里面那件白衬衣, 看出是给沈默买的,林薇立刻把衬衣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什么地摊货,听都没听过,你不知道我哥除了那特定的两个牌子,其他牌子的衣服穿了会过敏吗?我怀疑她之所以这么说,是沈默曾经用这个理由搪塞过她,可惜这个假设,在我这里完全不成立,我装作一脸震惊,真的吗?我还真不知道。 去年我在拼兮兮给她买了一件二十块的衬衣,她都高高兴兴穿了一整年呢,是吗?林薇竟然没生气,反而笑了起来,我皱了皱眉,心想以我对她的了解,林薇不该是这样的反应,忽然,林薇拿起一盒外卖,揭开盒盖,当着我的面将里面的油倒在白衬衣上,林薇你疯了,我伸手过去抢, 但已经晚了,白衬衣被红油染了色不说,还油腻腻的,特别恶心,哎呀,不好意思,我手滑了一下,看样子这件衣服,哥哥是不能穿了。 林薇表情无辜地放下外卖,脸上却是挑衅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就是故意的,你又能把我如何,什么不能穿了? 林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沈默的声音从门口响起,我转过头,才发现林薇进来时没关门,看样子沈默的会议结束了。 老公,我刚喊了一句,林薇抢在我之前说话,哥哥对不起,我原本是想着你喜欢吃这家餐厅的菜,才给你打包回来,没想到刚才手滑,把嫂子买给你的衣服弄脏了, 刚才还一口一个姜又白,这会儿当着沈默的面,却叫我嫂子了,沈默走过来,问,什么衣服,茶几上的衬衣都快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刚才过来时,看到这件衬衣不错,觉得合适你就买了,我平静地回答,本来是想给沈默点小惊喜的,结果还没来得及给她。 林薇先给了我大惊喜,对不起哥哥,我不是故意的,这样吧,我出钱陪你一件,不,两件,林薇一脸歉意地举起两根手指,那装模作样的样子,看得我一阵反胃,什么陪一件两件,她是恨不得借这个机会,让沈默穿上她买的衣服吧。 沈默没说话,拿起那件全是油的衬衣,摇头道,还没来得及上身,就弄成这样,可惜了,我以为沈默会暴跳如雷,狠狠训斥林薇一顿的,但此刻,她平静地有些过分,连我都捉摸不透。 这一刻,沈默在想什么,哎呀,哥哥你别去碰了,这衣服都成这样了,别弄脏了你的手。 林薇嚷嚷着从沈默手中抢过那件衬衣,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将她丢进垃圾桶。 等下午下了班,我就去给哥哥买新衣服,买两件,林薇欢快地喊着,沈默这次没有发脾气,也助长了林薇的气焰。 她的视线扫过来,似乎又想起了我,也给嫂子买一件,就当是赔礼道歉。 嫂子别生气哦,林薇说着眨了眨眼睛,表情得意极了,她大概觉得上次沈默在家发脾气是意外。 现在沈默和我结婚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之间该冷下来了,但随后沈默的举动,重重打烂了林薇的脸, 沈默没去捡垃圾桶里的衬衣,她转身走到书柜旁边,从抽屉里面拿出一把剪刀,就在我和林薇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沈默拿起被林薇扔在沙发上的喜马拉雅,咔嚓一声捡下去,崭新的喜马拉雅一分为二。 前一秒还是高不可攀的包中贵足,下一秒直接成了一摊碎片,林薇足足愣了三秒,欲哭无泪地扑过去, 哥哥,你为什么要捡烂我的包包?这可是爸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我才背第二次,沈默扔下剪刀,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不是不小心把我老婆送的衣服弄脏了吗? 我也不过是不小心把你的包剪掉了而已。 这个时候,林薇意识到,刚才沈默不发作,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罢了。 你哪里是不小心?你分明是故意的。 林薇抱着被剪烂的喜马拉雅,快要哭出来了。 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是心脏在滴血,我买给沈默的衬衣不过几百块, 可他却因此付出了几十万,甚至是百万的代价。 这桩买卖何止是不划算? 简直是亏大了。 沈默冷笑几声,我就是故意的,让你别来我办公室你听不懂人话, 还敢弄坏你嫂子送我的礼物。 刚才的不生气都是装的,沈默何止是生气? 简直是气炸了,连剪包这么骚的操作都出来了。 但我只想说,干得好,实在是太解气了。 如果这种事还有下次,那你不用待在沈市了。 有多远滚多远,沈默不顾情面起来就像个修罗, 林薇脸色惨白,最后捂着脸,哭着从沈默办公室跑了。 他跑得倒是轻松,看看我这办公室成什么鬼样子了。 沈默跟我吐槽,还有你给我买的新衣服,我都还没穿。 沈默委屈巴巴地拉着我的手,那表情不言而喻,我好气又好笑,那就赶紧让阿姨来收拾,不然下午你办公室一股菜味,你就别想工作了。 沈默解脾又归毛,我们平时都不会在办公室吃东西,也就临微投铁,压根不了解她的性格。 毁了我送她的衣服,已经把沈默惹毛了,还搞得整个办公室一股菜味。 她能不眨毛才怪,沈默脸色更加哀怨了。 老婆,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啥意思,连办公室被淹入味都不介意了,沈默你解体好转了。 我假装疑惑,心里早就要笑翻天了,沈默猛地扑过来,把我按在沙发上,还装傻事吧,衣服被临微弄脏了。 你陪我,你都说是临微弄脏的,你好意思要我陪吗? 说完,沈默气得挠我痒痒,不赔是吧,不赔那今天我们就不吃饭了。 沈默压着我,一有所指的威胁,工作了一上午,我肚子早就饿扁了,当下就举手投降。 好了好了,吃完饭就去买衣服,买实践,高兴了吗? 我老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当然要好好哄他了。 沈默脸上有点高兴,又有点失落,其实老婆,你不答应也可以的。 我脸上微热,捏了捏他的鼻子轻哼一声,你脑袋里的想法很危险,赶紧给我收起来, 不等沈默反应过来,把他推开赶紧起来,我和沈默丝毫没有被林薇影响。 不过下楼之前,沈默吩咐顶楼的秘书办,以后不允许林薇再上这层楼,他们之前不敢阻拦,是因为林薇形势高调, 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是沈默的妹妹,沈家的大小姐,如此一来,谁不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行政部这段时间,更是没干过什么正事, 他的工作,有狗腿子代劳,表面上是来沈氏上班,实际上就是来度假炫耀的,不然,谁会缺根筋背着喜马拉雅来公司,吃了饭,我就兑现诺言。 拉着沈默去商场,一口气给他买了十件衬衣,沈默很开心,抱着我叫了恩殿老婆,我老婆怎么会这么贤惠啊? 给我买了这么多衣服,明天开始我就穿,十天不同样地穿,傍晚下班,沈默他爸打电话过来,让我和沈默今晚回去吃饭,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揣测沈默他爸这个电话的用意, 难道是林薇跟他告状了,他要给林薇撑腰,我好奇地问沈默,他正专注地开着车,放心吧老婆,林薇要是跟他颠倒是非,让他迁怒你,就等着反噬吧,想到沈默这方面的战斗力, 我半点不怀疑他的话,到了沈家,已经到饭点了,沈默他爸没说什么,反而是林薇他妈一直给我夹菜,让我多吃点,沈默在旁边拦住他,周阿姨,别夹了,我老婆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给他夹的菜,你夹的他不是吃得津津有味吗? 林薇满脸愤懑地对道,沈默眼皮子都没聊一下,我是别人吗?我是他老公,林薇被沈默堵得说不出话来,气呼呼地从餐桌下来走了, 林薇就是小孩子脾气,又白你可别往心里去,明明沈默刚才说的话这么不好听,林薇都被刺得受不了,但偏偏周园却跟没事人一样,更叫我惊讶的是,吃完饭,他还拿出一个崭新的喜马拉雅,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原本上次就要给你的,可惜我和沈默只在老宅住了一个晚上,就跑路了, 现在给也一样,你可别嫌弃,妈,你竟然把爸爸送你的喜马拉雅给他,林薇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气急败坏地嘶吼,他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喜马拉雅,肯定也跟周园告过状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周园没有为他撑腰,这会儿他妈要送我这个包,林薇憋不住发作了,一个包而已,看你那小家子气得模样, 周园训斥道,林薇气得眼睛通红,这个包跟别的能一样吗?再说了,你明知道我的包被他捡了,我直接无语了,什么叫他的包被我捡了?难道不是沈默动的手吗?难道不是你自己先做错事吗?你的性格我能不了解? 你嫂子没让你道歉就好了,周园无视了林薇的抗议,不由分说把包塞给我,我本想拒绝的,没想到沈默走过来,带我接了,说,谢谢周阿姨呀,这包不错,我替我老婆收了。 我不解的看向沈默,她却给了我一个少安勿躁的眼神,等周园把林薇拽走后,沈默才解释,她不想跟我们起矛盾,你不收,她还以为你记恨林薇呢? 我和林薇的关系,记恨不记恨的她会介意吗?还需要她出面,刚结婚的时候,周园对我还是爱答不理的呢?今天这个举动真的很奇怪,沈默高深莫测地一笑,她现在不想得罪我们,老公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不太懂?很快你就懂了。 沈默没有解释,还心情很好地说,今天在老宅住一晚,她爸虽然没说什么,但吃饭的时候端着个脸,估计是不满上次,我们不告而别。算了,住一晚就住一晚吧,反正林薇不能再进我们的房间骚扰我们了。 晚上沈默给我加了很多菜,不小心就吃撑了,所以她洗澡的时候,我就下楼到处溜达,正好我对沈家老宅也不太熟,走到花园,忽然听到林薇和他妈争执的声音, 妈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江又白那个包?你把我置于何地?我觉得好笑,到底是多喜欢喜马拉雅呀,到现在还揪着这个包不放。 不过转而一想,林薇喜欢这个包是真,更多的是不满周元主动讨好,他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吧,周元的声音也透着隐隐的不耐,你怎么没完没了了?一个包至于吗? 我让你去公司好好学习,你怎么答应我的?结果又是怎么做的?学什么学?学其他人打杂吗?我重要的不是学打杂,而是怎么把哥哥抢过来?等我成了沈少夫人,什么行政不鬼稀罕啊? 我知道林薇对沈默没死心,只是不知道他口气这么大,仿佛沈少夫人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样,你没看出来沈默对你根本没意思,他只是暂时被江又白迷住了而已,他总会发现我比江又白更好的。 林薇很自信啊,可周元都嫁入沈家快十年了,他喜欢沈默应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么久时间,他没拿下沈默,还让沈默对他厌恶不已,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比我好?沈默会喜欢他呀? 懒得听林薇对沈默表爱意,我正想离开,忽然听到周元压低声音,我之前想让你嫁给沈默,是为了你将来能名正言顺留在沈家,享受沈家的荣华富贵,但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不需要你在费力讨好沈默了。 什么意思?什么办法?别说林薇好奇,连我都好奇周元说的是办法是什么?我怀孕了。什么?林薇提高声音,好像又被周元捂住了嘴。 你小声点,这件事还没有人知道,我的心脏一阵狂跳,脑袋快速思索起来,周元和沈默他爸再婚这么多年了,肚子一直没动静,我以为他没有怀孕机会的了,现在看来,我预想错误,我不想要弟弟。 我只喜欢沈默,我要当沈默的妻子。妈,你之前说过会帮我的,林薇并没有因为周元怀孕而高兴,甚至有点生气,沈默有什么好,对你从来都没个好脸色,嘴巴毒得要死,你别再想他了,以后妈给你找个更好的。 我不要,我不要,薇薇,你别任性,沈默不适合你,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想回去告诉沈默这个消息,可转身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一根枯树枝,声音惊动了周元和林薇,谁在那儿,我压下心底的不安,主动走了过去,我,吃多了,出来消消食,消食,我看是故意躲在暗处偷听吧。 林薇气势汹汹地走过来,目光死死盯着我,我诧异地挑了挑眉,假装没听懂,你们有什么值得偷听的,不如当着我的面说,我当面听,又白,你真没听到我们说话,周元也目光深沉的我,乔周阿姨你说的,听到就是听到,没听到就是没听到,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难不成你们再说沈默,不方便被我这个当老婆的人听到,周元扯了扯嘴角,你想多了,没这回事,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要再逛两圈,我心里很着急, 但是为了不在这对母女面前露出破绽,还是耐着性子绕着花园走了两圈,等我准备进去的时候,她们早就不见踪影了, 我匆匆上楼,沈默已经洗完澡,吹完头发了,一进门就被她抱住,老婆你去哪了,我给你打电话,结果你手机都没带,我下楼消失去了,你绝对想不到我刚才听到了什么,我把周元怀孕的事告诉沈默,她竟然一点都不惊讶, 这些年,她为了怀孕,可没少折腾,去医院都是小事,求神拜佛,就不知道去了几个寺庙,这下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你竟然知道,她是不想让我知道,可谁叫你老公有本事呢,想不知道都难,沈默这语气,还挺自豪是怎么回事,我福娥,哭笑不得地问,你就不担心她肚子里那个孩子,不担心, 我巴不得她生出来,她的孩子有古怪,否则沈默会是这个态度,除了我,她对别人可没有这么大方,我老婆就是聪明,沈默巴唧一下,亲到我的唇上,我把她推开,别转移话题,什么古怪啊,沈默悄悄复道,我耳边说了几句话,我听得瞪大了眼睛,她,太大胆了吧,这就大胆了,当初她为了早点上位, 对我妈做的事可比这个很多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你的意思是,周元害死了婆婆,她怎么敢,沈默满脸阴郁,为了荣华富贵,她还有什么不敢的,我有些心疼地抱住沈默,老公,这些年辛苦你了,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沈默没有说话,反手抱住我,将头埋在我的肩窝, 我们不打算打草惊蛇,任由周元怀孕把孩子生下来,只是没想到,第二天就出了意外,林薇在背后推了我,让我撞到了周元,周元惨叫着从楼梯上滚下去,很快地板就被她的血迹染红了, 我震惊地转头去看林薇,她疯了吗,她明知道她妈肚子里怀着孩子,林薇却只是朝我冷笑一下,很快冲下去,撕心裂肺地哭着喊, 妈,你怎么样,你流了好多血,我的弟弟不会出事吧,地上的周元痛得说不出话来,她本就年纪不小了,怀孕不容易,从楼梯上滚下来,还流了这么多血,孩子能保住的概率微乎其微吧,林薇跪在周元身边,抱着她的身体,抬起头颤抖地看着我, 嫂子,你为什么要把妈妈推下来,就因为昨晚听到我妈怀孕了,你连一个还没出生的胎儿都容忍不了吗? 来了,林薇的后招来了,我和沈默没想过要对周元做什么,甚至恨不得她把孩子生下来,没想到她的亲闺女林薇这么狠,先动手毁了她弟弟, 威威,你在说什么,什么怀孕,什么推下来,公公已经起床了,原本在沙发上看财经节目,她跑过来,茫然地看着我们,林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爸你记得我昨晚说,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惊喜吧,惊喜就是我妈怀孕了,她等这个孩子,等了快十年啊, 可是我没想到,嫂子昨晚听到我和我妈说的话,竟然,竟然,林薇的一番话,让公公的视线输地转向我,你推了圆圆,你不想她生下我的孩子, 爸,是不是我推得先不提,现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是不是打120比较重要,周元痛得都说不出话来了,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打120, 简直是离谱,公公过去把周元抱了起来,走之前还警告我,你最好祈祷你,周阿姨没事,否则这个家你也别呆了, 沈默和我慢吞吞赶到医院的时候,周元的孩子已经没了,林薇和沈默他爸守在病房外面,看到我们到来, 林薇冲过来要打我,你怎么这么狠拿江右白,我弟弟还是个小胚胎,你这么怕他生出来跟你抢家业吗? 沈默伸手一拦,直接把他拨开了,林薇,你少发疯,赶伤我老婆一根手指头试试, 林薇被沈默的表情吓得后退了两步,轻轻抽气起来,哥哥你别被江右白欺骗了, 他害死了我弟弟,还害得我妈连腿都摔断了,沈默他爸也站出来,一脸愤怒地看着我们, 沈默,这就是你娶的好老婆,害死了我儿子,简直是毒妇,沈默他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只怕我都要灰飞烟灭了,沈默痴笑一声,毫不避讳地搂着我的腰, 爸,你急什么,谁是毒妇还不一定呢,哥哥,你就不要维护江右白了, 他真的不是个好女人,沈默他爸也说出心底话,当初让你娶威威你不乐意, 却找了个毒蝎子回来,你今天不跟他离婚,以后就别说是我儿子, 这种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只会觉得离谱,但是沈默他爸这么说, 似乎又不让人觉得意外,只是,我也不愿意承担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爸,仅凭临危的一面之词,你就认定我推的周阿姨, 这宫廷嘛,家里的监控拍摄到了吗,证据在哪里, 临危动手之前,肯定是已经摸清家里的每一个监控了, 他在听到我这么说后,立刻表示,江右白,你明知顾问吧, 楼下确实有监控器,但是你动手的那个地方, 却刚好是死角,所以就说是我推的了,你不也在那里吗? 你的意思是我会推我妈,我早就恨不得我妈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出来了, 你以为我像你吗?临危倒貌黯然地反驳我, 微微,不用说了,这件事直接报警, 我管江右白是不是我儿媳妇,害死了我儿子, 沈默也别想包庇你,沈默他爸给临危撑腰, 还要立刻打电话报警, 爸,自家的家事还是我们自己解决比较好, 何必报警呢?沈默好意提醒他爸, 但沈默他爸这会儿,铁了心要报警, 你现在怕了,可惜迟了, 沈默低笑着不说话,警察很快赶到, 沈家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却偏偏闹出, 而媳妇要杀害寄婆婆肚子里的孩子这种丑闻, 只怕不用等到明天, 沈家和我都会成为笑柄, 不过沈默在, 我竟然一点都没感觉到害怕, 沈默他爸在警察面前义愤填膺地诉说我的罪名, 恨不得警察当场把我抓了, 林薇也擦干了眼泪, 看我的眼神透着得意, 好不容易等沈默他爸说完, 轮到我们这边了, 沈默拿出一份监控截图交给警察, 我家楼下那几个监控是好些年前装的, 去年我觉得这监控覆盖不到位, 所以就让人补装了几个, 原本还胜券在握的林薇脸色一僵, 什么叫补装了几个? 字面意思,补装的那几个, 恰好覆盖到了二楼的每个角落, 包括二楼楼梯口, 只不过沈默装的是很微小的摄像头, 小到完全不起眼, 装了一年也没被他们发觉那种, 不,不可能, 林薇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有监控拍摄到我的作案过程, 能提供证据, 你不是该放心的吗? 我故意这么问他, 沈默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林薇, 这份监控视频能证明老婆你的清白, 却能垂死林薇自己动手杀了他弟弟, 他当然不放心了, 不, 我没有, 不是我, 林薇慌乱否认, 有没有看监控就行了, 你妈大概也想不到, 我和我老婆不会出手, 但是她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 会死在她亲生女儿手里吧? 沈默他爸看林薇的目光很陌生, 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人似的。 威威, 沈默说的是真的, 那可是你亲弟弟, 沈默他爸喜欢周园, 爱乌吉乌, 当然也喜欢周园肚子里的孩子了, 纵然那不过是一个胚胎, 纵然这个胚胎都没有保住, 沈默看着他爸倒戈的样子, 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爸, 那虽然是林薇的亲弟弟, 不过是不是你亲儿子还不一定, 你也别急着跟林薇问罪了, 沈默你胡说八道什么, 公共炸毛, 怒不可遏地吼道, 只见沈默拿出另一份体检报告, 递到公共面前, 你的体检报告显示你早就死经了, 所以周阿姨为什么会怀孕呢? 原本做笔录的警察, 这会儿都竖起耳朵, 这么精彩的豪门大戏, 谁不想听一下? 什么? 死经? 怎么可能? 沈默他爸大怒, 你是不是在报告上动了手脚? 我之前检查明明还好好的, 你不信啊, 那就自己再去做个检查试试呗, 如果不是你这个便宜儿子 死得这么意外, 我是很期待周远把孩子生下来的, 提前让你知道被戴绿帽, 哪里比得上你便宜儿子 已经生出来了, 你对他如猪如宝的时候, 却被告知不是你儿子的打击大呢? 你, 你早就知道, 你故意的, 沈默他爸气疯了, 沈默你这个不孝子, 你这样对我, 你会遭报应的, 沈默嘖嘖己声, 你对我生气真是毫无道理, 不是周远给你戴绿帽的吗? 你不怪他, 反而怪我, 换位思考, 你其实或许该高兴, 那不是你的孩子, 否则你好不容易有一个老来子, 结果林薇怕这个孩子 抢了他妈心目中的位置, 跟今天一样, 动手把那个孩子霍霍了, 你岂不是更伤心, 至于你说的报应就更简单了, 我的报应大概就是夫妻恩爱, 子孙满堂吧, 你的报应嘛, 大概是要下半辈子在监狱回过了, 杀人凶手, 最后这四个字, 沈默声音不大, 却吓得沈默他爸倒退了好几步,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 警察可以听懂, 证据我都收集齐了, 你和周元可以在监狱, 继续当你们的恩爱夫妻了, 沈默来之前就准备了充分的证据, 早在林薇动手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做好撕破脸的准备了, 又或者说, 他等着一天, 等了近十年, 把证据提交警察之后, 我们离开了医院, 走出大门, 一阵凉风吹来, 我的身体跟着颤抖了一下, 很快沈默敞开西装外套, 把我裹了进去, 老婆, 刚才有没有被吓到, 她低声问我, 眼睛揉得仿佛要出水了, 我把头贴在她的心脏处, 里面传来扑通扑通跳动的声音, 你昨晚没说, 是你爸害死了婆婆, 直接动手的是周元, 但是她暗示周元, 把我妈推下楼之后, 还伪造我妈自己跳楼的假象, 实际上, 我妈当时和她已经分居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老头子出轨, 我妈患了严重的抑郁症, 沈默的话让我对她心疼不已,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 早就猜到我妈的死不简单了, 只是当时我还小, 没有办法跟她抗衡, 后面为了寻找证据, 确实花了很多心思, 结果还算满意, 还要多亏了林薇这个猪队友, 要不是她要陷害你对她妈动手, 我还要忍到那个破小孩出声, 我点起脚尖, 亲亲她的脸颊, 老公, 都过去了, 我们去看看婆婆, 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吧, 好, 等我们从郊外的墓园回来, 沈默接到电话, 周元醒后, 知道是林薇推了她, 孩子没了不说, 她接下来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明明眼看她的沈太太, 位置要越来越稳固了, 却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毁掉, 一怒之下, 周元拿水果刀捅了林薇, 狗咬狗一嘴毛, 这都是报应,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过去终将会过去, 但故事已然成故事, 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